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的首度开会 总统把话挑明说 言下之意非核家园非民进党的神主牌 而是朝野共事 听起来核电深水区一定会碰 尤其首度开会除讨论气候冲击外 台电董续长也将报告电力供需 尽管台电现场报告对于三项增加电力方案 目前并无重启核电选项 不过场外环团不敢乐观 这怕会有会前会的定调 毕竟看看委员会组成 总统担任召集人 另外副召集人也有三人 执行秘书再加两名顾问 各方委员也有24人 你一言我一句就讨论下去 或许很难有结果 如果政府能够在不管是产业面 防灾面 然后工需面都能够去好好的去检讨 检探策略 我们是觉得是正观其成 但如果今天政府只是针对 只是把它简化成能源政策 甚至能源政策的选项 又只简化为要不要核电的话 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会议代表产官学都有 但负责结论的是总统 TV月新闻林郁真邀宏柔 台北报道